前幾天我們就修剪完這棵蘋果樹 今天又這麼風和日麗 就順便噴上Horticultural Oil Horticultural Oil是什麼? 為什麼要用? 什麼時候用? 怎樣用? 我們就一邊噴一邊講解 Horticultural Oil 中文植液圓藝油實在太過噁心了 小弟就財色學淺還沒想到點譯 所以還是叫它英文名 Horticultural Oil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來控制害蟲對植物的侵害 對於害蟲的侵害我們通常都會用幾種方法一起管理 即是IPM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在栽培上、物理上和化學上一起去控制害蟲的數量 舉個例子講就容易明白了 假設你在一棵紅莓上看到一隻日本甲蟲在吃的葉 要麼你就用手抓走它 然後再買一個TRAP去引起其他日本甲蟲出來 然後再倒一些肥仔水 給一棵紅莓捕一捕它 在這裡你就已經用了物理、化學和栽培的方法來控制害蟲的數量 所以其實你平時也有實踐 現在只是給一套理論出來 而在控制大範圍和大量害蟲的時候 相對於栽培和物理的方法 化學的方法就比較容易有效 和最快看到效果 但效果好就不等於沒有效果 好像在1950年代 大量噴灑DDT去滅蚊 而成功感控制了藥質的傳播 救了過百萬人 在農業上也都會用殺蟲劑去滅蟲 從而提高農作物的收成和減低損耗 但大家都知道 現在一般的殺蟲劑都是合成出來 含有高濃度的化學物質 而這些化學物質對環境、動物和人體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對人體的話 輕微的就會引致敏感、頭暈、嘔吐 嚴重的還有機會中毒甚至是致癌 而對環境來說 就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 好像DDT除了滅蚊之外 也都殺死了鳥 而流了入泥土就會殺死其他有益的生物和微生物 流了入河流又會影響魚類的生殖系統 其實就對整個生態系統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 總括來說 這些殺蟲劑都是著重在短期的得益上 但大家又不用擔心 我們都是愛護大自然的人類 我們要用的就是用全天然的東西 今天就選擇一個沒有防腐劑 沒有添加的世界 將影響程度減到最低 但同時間又有效控制海蟲的數量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用荷蔔溝粽油 簡單來說就是用水溝油 然後噴進蟲裡令牠窒息死 沒錯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反而因為太簡單 可能大家都覺得沒用 但事實上 明白了昆蟲的身體結構 就知道怎樣 不過這些離地的東西稍後再說 說回這隻油 其實大部分有賣懸藝的地方 好像一些Garden Center 都會賣這隻油 而它除了叫荷鐵溝粽油之外 還會叫Dorman oil 或者Summer oil Supreme oil 或者Superior oil 通常是濃度和成份有一點不同 商業用的荷鐵溝粽油 大部分是用石油精製 出來的 亦都會叫做礦物油 Mineral oil 對植物有害的含漏 淡或者養的合成物 都會經過過濾 蒸漏和其他化學過程而排走 而除了礦物油之外 都有用植物油精製出來的 Holyculture oil 例如Cotton Seed oil 棉花紫油 Canola oil 芥花紫油 或者Soil bean oil 大豆油 有了這些油就可以製作成Holyculture oil 這種油的好處就是非常有效 對大部分害蟲都可以塞住他們的呼吸孔 從而令他們窒息死 而油亦都可以影響細胞膜的功用 令到害蟲中毒 以及影響他們的新陳代謝 除此之外 因為主要成份是油 沒有什麼味道之餘 對人 寵物 雀仔 和爬蟲類都安全 亦都揮發得很快 沒有什麼殘餘會留下 就算有殘餘 亦都對益蟲武害 經濟一點說 這隻油還相對地便宜 而且因為這隻油 是物理上 令到害蟲窒息死 所以那些害蟲是不會發展出 礦弱性 那就不用像買 撒蟲水那樣買不同款 但要注意的是 Holyculture oil 是沒有選擇式的地圖炮 所以噴的時候就要重點式噴 看到哪裏有東西就噴哪裏 或者神禁祖和黃昏的時候噴 就可以避免噴到蜜蜂 或者其他益蟲 還有一樣東西要留意 如果那天濕度太濕 或者太熱 千萬不要噴 因為油有機會產生毒素 影響植物 這樣就本末倒置 另外就是對油 敏感的植物都要小心 例如Japanis Maple Red Maple Black Walnut Smoke Tree Colorado Spruce Red Bird Juniper 以及Cedar 講完這隻油的好處和壞處 是時候就來到氣肉了 Holyculture oil 除了可以買到 當然也可以自己製作 它的成份就是油 水和鹼液 之前都說了用任何植物油都沒問題 但既然想製作 當然是製作戰鬥力最高的油 我在網上就找到這隻 Lim oil 虎鑑油 是印度的虎鑑樹的種子冷炸出來的油 它除了可以令害蟲窒息之外 還因為有種特別的成份 如果吸收了之後 可以抑壓幼蟲的成長 繞亂害蟲的生育功能 以及令昆蟲驗食 這些都是研究中說的 搜尋多一點 原來還可以用來護膚 但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我們現在就自己來混 鹼液和油的比例就是1比4 然後就再用水去稀釋回1%的濃度 所以要製作多少呢 就要預算噴多少植物 就像我這個泵一樣 就大概是1加2或者3.8L 所以我預算1% 即是38ml 然後我 Ez也就放進去了 還有這個面部 就是一個玻璃的器材 我們再用它的用法 線酒 油 箔を蓋了 給大家 他可以從頭部 水 這番茄是用來混合油和水 完成了 剛好看到很多烏蠅在吸食蘋果樹的汁液 剛才我們剛剛噴完 現在看到很多烏蠅在這裏 還未死 還在吸食蘋果樹 但是它們已經變得很遲緩了 手指按起來也不太想走 沒有反應 大發人心 其實除了它的溝髒油 還有另外一種經常都會聽到的 DIY 殺蟲劑 蕃茄水 不知道大家對殺蟲有什麼經驗 不妨留言在下面 讓大家一起學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影片有少少用 那你就完成了它的目的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以及追蹤我的IG 我是Leo 我們下回再見